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张伟 来自山东河浙 现在在西安生活 你这声音啊 很粗犷 长得呢 很细致 你今年多大了 谢谢老师 我今年快29岁了 29岁 你这身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机委说撤手樱花症 见动人症 是从小就这样吗 两岁的时候 就是走路就不会走 爷奶奶就开始给我看病 就是很多医生说 这孩子就活不了多长时间 就不让爷奶奶给我治疗了 但是老人没有放弃给我治疗 也吃了很多药 但是到六岁的时候 就是就不会走路了 你这嗓子也是因为吃药吃的吗 长得是没有力气 说不出话来 你爸爸妈妈呢 我出生20天 我爸妈就感情不合 就离婚了 我没有见过 我亲生母亲 父亲就是 有自己的家庭嘛 所以基本上是爷爷奶奶管你 从小就爷奶奶 你现在跟我说话有劲吗 就是会很累 那你就轻点声说 是 谢谢老师 爷爷奶奶也很大年纪了 我爷爷在我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奶奶在我不到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记得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奶奶带我去做按摩 扎针的时候我就特别疼就哭了 奶奶吧看着我哭她就流泪了 我用我的小手给她擦肋 就从那以后 医生再给我扎针 我都哭 就想用微笑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记得是十二月份 那时候不敢承认她离开 她就是天单在床上五六年嘛 但是这起码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亲人 我可能依靠 但是她离开以后 我不敢相信她离开我了 就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那爷爷奶奶走了之后就剩你一个人了 就是爷爷 抑郁症 我一定猜看着你一个人的皮疗 我给人移开 他在家里 就会发生了 我不妙的 又会发生了 我会发生了 我头发生了 我觉得我偏封出 中国彻底底下 我会发生了 他的小呼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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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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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